大家好,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欢迎收看音响急速课程 我会在这里快速解答大家留言的问题 今天要讲的问题是 喷麦声很严重怎么办 喷麦声就是人讲话时候喷出的气流 撞在话筒头上面产生的扑扑声 产生喷麦声的最灰祸首是人 如果拿话筒的人不把气流喷在话筒上面的话 是不会产生扑扑声的 其实跟音响老没有集结的关系 所以把这个喷麦的人一掌打喜就可以了 不要以为这是在甩锅 其实专业的歌手和主持人都是有练过发声的 能够避免强烈的气流射出来 也知道怎么去拿话筒避开这些气流 但很不幸 不是每个话筒使用者都会这些技巧 所以我们音响老就要有应对的方法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低切 一般人声是可以低切到80Hz的 这样子可以切出多余的超低频 一般人讲话是去不到80Hz以下这么牛逼的 但是喷麦声会哦 所以做低切我们可以减少喷麦声的超低频 让喷麦声听起来不要那么惊天动地 但这也只是把喷麦声打薄一点而已 并不能真正解决喷麦的问题 这是因为喷麦声几乎涵盖了整个低频和中低频的范围 所以低切只是第一步而已 如果你用的是数字台 那还可以加噪声门 并且打开滤波功能 把中心频率设置为500到1000Hz 这些人讲话才有的频率 还要设置合理的预值 这样子噪声门就会变得非常智能了 因为喷麦声通常是集中在低频区域的 并不在触发频率的范围内 所以噪声门会把喷麦声给挡掉 只要人讲话的声音通过 但是也有缺点 缺点是如果那个人喷麦声太严重 也有可能直接冲开噪声门的 所以预值又得提高了 但是预值高的噪声门容易卡声音 产生类似无线话筒断频的效果 那就酷开了 而且喷麦声也有可能出现在 噪声门刚好打开的这段时间内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只能算是个辅助 最后才是终极的方法 就是带套 带话筒套 在有岸头上用物理手段 把喷麦声扼杀在摇篮中 这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 话筒套是透声不透气的 声音能传到话筒里面 但能有效的把嘴巴喷出的气流给挡掉 所以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话筒带个套太丑了 没人叫你买KTV那种红色的话筒套啊 要买就买个贵一点的 例如半套 我说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半套 是指照住话筒上面部分的话筒套 这种话筒套既美观又实用 当然一定要挑贵的买 差的话筒套是会把话筒的声音变闷的 这里再多说一句 使用小镇膜电用话筒做领导讲话 或者户外收音也是要带套的 这是因为电用话筒太灵敏了 很容易产生喷麦声和风声 所以必须带套 关于小镇膜电用话筒的使用 我的视频 小镇膜电用话筒传攻略里面有讲过 没看过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了 竞节课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终极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是这样咧 首先 famya 去咧 嬜藏 传栏 他 在 他 你 现在 遵 感到 一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